韭菜酥 早春二月刚割下的韭菜会格外细嫩 韭菜味道鲜美 香味独特 初春时节的韭菜品质最佳 晚秋次质 它营养丰富 含有丰富的纤维素 可以促动肠道蠕动 预防大肠癌的发生 减少对胆固醇的吸收 起到预防和治疗动脉硬化 冠心病等疾病的作用 制作韭菜酥盒 需要用到的主要原料有 韭菜 猪腿肉 面粉 辅料上需要 香葱 生姜 生粉 蛋清 调料用到 食用油 盐 味精 料酒 麻油 老抽 胡椒粉 韭菜酥盒的制作 第一步 将洗净的韭菜切成丁 香葱切葱花 生姜切姜末 猪肉切碎 剁细 盛入容器中备用 第二步 在猪肉末中 加入适量的生粉 混合均匀 下入少许食用油 抓匀 备用 第三步 开火 锅内下入适量的食用油 热锅冷油 将肉末倒入锅内 搅散翻动肉末 待肉末炸熟泛白时 捞出肉末 压去多余的油分 第四步 锅内流鱼油 下入姜末 葱花 肉末 煸炒出香味 调入料酒 老抽 翻炒均匀 起锅 盛入盘中 摊平晾凉 第五步 取150克面粉 混合75克猪油 混合 揉成面团 制成苏心 第六步 取150克面粉 混合30克猪油 加入80克清水 揉成面团 蒙上纱布 醒发五分钟 制成皮料备用 第七步 将韭菜碎和肉馅 混合 搅拌均匀 第八步 将皮料和酥心 分别搓成长条状 分成小团 皮料擀平 包入酥心 第九步 在案板上 撒上适量的面粉 将面团擀平 卷成圆柱形 再擀薄 反复几次 使面团擀薄成 五至六圈 最终成螺旋状 第十步 将面团 切成圆形面片 擀平成饼皮 刷上蛋清 将馅料置于饼皮中 再取一张饼皮 盖上馅料 食指和拇指配合 捏出花边 封口 摆入盘子中 第十一步 开火 锅内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当油温烧至80摄氏度时 将包好的饼 摆在装有支架的壁子上 下入锅内 以纹火 炸至110摄氏度 带饼浮起时 稍作翻动 食饼受热均匀 双面金黄 酥脆 第十二步 将炸透炸熟的 韭菜酥盒 取出沥油 盛入盘内 这样 一道金黄酥脆 像刚出锅的韭菜酥盒 表皮会有酥脆感 但是面皮还有一定的软度 金黄酥脆 且层次分明 外形小巧精美 吃起来口感好 而且馅料也十分香浓 可谓营养丰富 外酥里嫩的 精美小食 别忘记 inconcejo س enters 个ницも 于 Rachman 每个身边 都 found interval 明镜 הס